梁建峰,一一分析,民生民情,社会时事,国际大局,现场电话发表意见,650-808-8000 好,回来到星期四早上九点四号分的时间,继续在这个总編集时间 每个星期四早上,我们都会有这个网络直播在YouTube上面,和我们的Facebook 是有这个直播给我们所有的网友在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的 亦有我们AM1400的这个全线直播 这个时候请出我们星期四早上的社长和总编辑,梁建峰先生,梁总早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各位在网上看直播的朋友,你们好 梁总,我知道在今个星期六两天之后,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时事讲座 这次是关于香港人真能够港人治港妈的主题 请到你,还有汪伦大哥,以及何仁老师,一起去探讨香港这个局势 现在的售票非常成功,只剩下少两个票数 是的,我们现在看来都会爆的 最后剩下两天,我们还有一些位置 如果大家有兴趣,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时事查座的话 就是这个星期六,过两天就是了 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我们喝着茶吃着点心 大家都关心的,其实我心情不是很轻松 但是大家在那里用一个温和一点的形式 在那里,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去研究一下 跟我们黄先生,汪伦大哥,跟我一起说 究竟香港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情况 还有很多人都在问,香港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会集中讲两方面的话题 欢迎大家来参加 这个星期六,下午三到五点 就在Daily City的明远酒店 就是在Home Depot邪对面那里 拍车都相当容易 那段时间希望见到你 我们其实希望更多人关注香港 希望能够有更多正面的思考 我们不需要一种太多的情绪化 我们反而现在要冷静一点 看看香港的局是怎么样 还有出路在哪里 因为这个事情是极度严重的 也可以说是香港从来没有遇到 这么大的政治动荡 这个关乎香港人 亦都关乎我们这些所有关心香港的人 好,大家记住打电话 650-808-488-650-808-888 去报名参加 就有小两句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今天的主题 看到是搞清责任后果自负 我相信今天继续是香港的问题 梁总说了四个多月 其实在上周末 发生了很多令人很担心的事情 譬如看到新闻有警察被人割颈 最近一个发烤的话题 就是一位年轻的少女 叫做陈彦霖 15岁的风华正茂 准备要在人生比较好的年纪的时候 突然间被发现 全裸浮屍在海边 然后再找回 现在有一个 然后在她慢慢未出来之前 很多消息说 这个女孩是被害的 因无论的角度来说 不知道被无论的情况也好 怎样也好 很多人在揣测这个女孩的死因 因为很奇怪 又说她是游泳建杖 又是一样那样 都想请梁总分析一下今次的事件 但刚才知道她妈妈出来延伸事发 稍后都可以探讨这个女孩的死因 但是令到很多阴谋论 大家觉得这个政府很黑暗 这个警队是很暴力 还有很多文宣的东西 梁总你怎样看现在 这件事发烤出来的引发的事情 现在在香港整个的社会环境 尤其是在舆论的层面来说 假的东西是大量充斥 而且搞得来有先程 而且制作有精良 这些消息很多 好像这个少女自杀 后来找个尸体 又处理了 但这件事我们看到 有很强的幕后的策动 希望将这个少女的死 变成为一个冤案 也将她变成为一个烈士 然后将这场运动 带她去另一个高峰 然后也坐实了警察 他们一直在说的 黑警的残暴 一直去炒作这件事 但是到现在看到最新的发展 就是死者的妈妈 拿出世纸 拿出世纸 拿出生活照片 来证明我真是她妈妈 然后就告诉大家 这个妈妈都很相信 她女儿是自杀的 因为在她死之前 曾经说过一些奇怪的东西 她经常说有个男的声音 在她耳边说话 要她怎么做怎么做 她觉得她的女儿可能是 情绪或者其他方面出了些问题 所以她不认为这个事件是可疑的 但是在她的伤痛当中 她认为再受伤害 就是这些炒作 而且又是不断有人去骚扰她 又要她起底下 经常打电话给她 又知而此类 令到她更加不安 而且都恐惧到不敢出街 所以希望大家藉着这个访问 大家就停了 不要再炒了 给她家人 亦都给死者一个安宁 从这个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香港很多的事件 进入了一个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非理性的阶段 在每一件事 大家都想去炒作一种新的仇恨 所以我今天一会会跟大家说 几个月了 香港这些所谓的政治运动 光扶运动 革命 究竟带给香港人得到什么 失去什么 我们刚刚除了这个事件之外 最新的就是 我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了香港人权利民主法 这个法案通过 接着到参议院通过的机会 亦都很大 你说我们总统特朗普 会不会签字呢 他签不签字 都没什么很大意义了 因为这个议会 是多数票通过 就是通过了 所以已经是表明了一个态度 在那里 总统签字的机会 我觉得也是大 是的 但是这个法案通过 本身是有什么意味在那里 我们以前都说过 因为这个法案通过 也稍微稍微重复一下 其实这个是对香港 这样说 站在美国的角度 还是站在香港 或者站在中国的角度 我首先说站在美国的角度 美国要干预香港市 借干预香港市来干扰中国 我觉得这个站在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说 是完全是合理的 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自己 应该要为自己的国家整体最大利益 这个政府也好 议会也好 这样才是正常 所以美国国会通过这些法例去干预香港 干预中国的事务 我觉得站在美国的利益来说 是会这样的 是正常的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层面里面 因为我们先站在美国的利益来说 美国所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说你人权不好 又或者他对某个地方某个国家的人权 只要眼开只要眼闭不看 全部由他 而这个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极权专制的国家 美国还在跟他们拍肩膊头 很老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方又不出声呢 因为这些国家是老友 以前的伊朗 巴列维王朝的时候 亦都是极度的镇压 異见人士 美国和他很老友 但当回革革命推翻巴列维之后 伊朗就变成邪恶国家了 所以这些原则 大家不要去怪美国 你可以不同意 但如果我回到美国本位来说 美国这样做 是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 而美国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 维护国家利益 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以及最重要的是 全球的霸权的稳定性 它可以摧毁任何一个障碍 历史告诉你 不是我现在讲故事 大家回顾一下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 到现在 美国是未停止 国安世界上的战争 为什么会有一个国家 会有这么强大的军力 它的军队的开支 国防的开支 居然是等于 别人其他国家的总和 他为什么要不断去研发 最先锁武器 为什么他说 同时间可以在世界两个地方 打全规模的战争 为什么有一个国家 需要维持这样的军力 现在美国的军力 就算削减一半 粗略这样说 都没有人敢来襲击美国 没有人敢去尽压美国 没有可能的事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还要发展 还要加多些军费 还要发展新一代的核弹 因为这些军力 是要来稳固美国在全球的 控制的力度 所以必须要这样 而且必须要随时可以打击一些 他认为是阻碍美国势力延伸的地方 所以美国没有停止战争 战后到二次世界大战争 现在没有停止战争 因为所有的地方 他认为是阻碍了美国的权威 美国的政治管控在那里 他都会出手 所以当中国发展到的程度 美国认为是纳入了他的敌人名单之后 中国亦遇到很大的挑战在那里 包括美国战艦可以开到南海 这些大家都知道 所以当美国透过他的立法 文公武客 然后说他关注一个地方 人权状况 关注那个地方的政府是怎样 关注那个地方的人民主自由的时候 你看他关注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看历史 看过去发生了的事情 不是很久的历史 你就知道受美国关注过的 关顾过的这些地方 结局都很悲惨 这个时间我们讲完美国之一部分 我们先去广告 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探讨 香港自己有怎样去处理这件事 大局 现场电话发表意见 650-808-8000 回到第二节的总微笑时间 很多网友也发表这个言论 多谢大家 但也要注意 发言论的时候 也要有一些礼貌的用意 千万不要说粗口 这个时间跟梁总关心 因为刚刚说到美国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美国一贯对外的做法 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们 我都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是相对自由的 相对舒适的 我刚才强调所说 我们先说站在美国的利益 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站在美国的角度 既然是要做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 既然我已经是看准我的势力 我的利益是要吃光地球的话 我一定要继续做 美国今天的富裕 其实就是靠这些争取回来 我觉得美国要继续这样做 美国形成一种 在政治精英群体里面 他们这样做是 是合乎他们的逻辑 所以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你说到美国那么坏 坏不坏你自己判断 站在美国的政治精英层来说 他们一点都不坏 因为要维护自己国家 继续掌控全球的政治经济 这个是光荣 你看奥巴马说 美国要再领导世界 五十年一百年 特朗普说 我要令美国再次伟大 这个没错 但问题就是 你站在他们对面的时候 中国也好 香港也好 你怎样去应对 我觉得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利益来说 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来说 但是如果有些人 真是知觉失调到 以为我来美国 就可以让美国 关心我们地方的人权和民主自由 就会带给我的好处 你找错了门 你找错了对象 因为美国只会关心我们的利益 美国国民享受得很好的生活 这是美国政府争取回来的 但是你说 这个世界上应不应该是这样 这是另一套论述 但是现在说 另一个层面的讨论 现在说 美国这样做 是出于美国的利益来看的 所以 有些人会觉得 去争取美国通过这个法案 就保障了香港了 我不知道 有两种可能性 就是说这些说话的人 因为美国通过香港法案 而去拍掌 有些人也认为 我要遍地开发 全世界都要通过这个法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他真是愚昧 第二是可能因为自私 因为他另外有另有所图 透过他吹嘘这件事 另有所图 是两种人 但如果你说我不是另有所图 我只是真的相信这样 香港就会更好的话 我觉得你真是傻傻地 与虎谋皮 因为美国人维护美国自己的利益 维护国家的利益 对于美国来说 是天经地义的 他没有需要去关顾你的 我要关顾到你的时候 一定是有我的好处在那里 否则我做什么要关注你 我做什么要通过这些法例 如果没有我好处 美国国会这么多事情 要去管理议员 他为什么要关心你 真的为你好吗 这么有空吗 当然不是 因为美国现在最关心 包括议会 刚刚到香港的议员 他最关心的是美国 如何继续强大 如何压抑中国 国会里面说得很清楚 如何压制中国 所以突然间来关心你 所以有些人会说 这个西方的民主自由 就是美国是一个大国 就是因为有民主自由的人权 所以我们要向他 以他为标杆来学习 这个也是对历史的错误的认知 或者他不了解历史 因为这些西方国家 我们现在讲的西方的标准化 因为他们有定义权 定义了哪些是普世价值 定义了哪些是好的政治体制 这些西方民主国家 当他们强大 当他们上升的时候 都是不讲民主 不讲人权的时候 欧洲是在殖民地时期 去掠夺 别人去奴役别国家 别国土地上的人民 掠夺别人的资源 来到强大 而美国在战后 亦都是用一种新的2.0版的方式 去控制地区上的资源 为他所用 所以我们看看 如果说说美国的人权 你看看美国强大 这个国家发展的历史 的确是发展得很快速 但在这个快速的过程里面 我想不需要一定要跟所谓的人权挂钩 不要把本末倒置 我去发展得很快速的时候 第一 他要灭着印第安人 先拿他的土地 第一步就是做这个 灭着印第安人 然后有很多战争在上面 在美国土地上 将其他的殖民地大国赶走 法国西班牙 这些赶走 然后在选举投票权方面 大家要知道 有很多妇女投票权 一开始就有 一开始美国的民主 也是逐步的 发展 可以这么说 到了六十年代 黑人还在争取民权 不要种族隔离 六十年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不是很远的时候 六七十年代 黑人还在说 要推翻种族隔离 中间之前 再早些 还有排华 所以整个美国的国力的上升 和他如何处理 他国内的人权 不是平衡 不是一个线去挂钩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到现在 我们这几年 飞裔在美国 还有一个 黑人的命 也是命 有这样的运动 其实就是说 社会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 这个人权法案 可以说 是一个笑话 我想跟大家说 另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旧片 已经在网上 一个旧片 就是 昨天有些朋友 在罪串员 我再看一次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 就是访问香港 现在 对不起 这个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领袖 黎智英先生 当他受一个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有一段说 很明显现在 中共要剝奪香港人的自由 当我们没有了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失去一切了 我们有这么漂亮的城市 有这么繁荣的富裕生活 中国政府就是想我们 只是赚钱 只是享受生活 好好过日子 不要我们想政治 不要我们想人权 不要我们想民主自由 那有什么不好呢 他说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猪 不是狗 这句说话 说得好像挺悲壮 不自由 我最重要是有自由 没有自由 你让我安乐 茶饭都没用 但我记者问得挺有趣 从黎生的说话来说 他们也间接说 香港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反过来看逻辑 香港人也在过一个相对富裕的生活 当然也贫富懸殊 但是物质的水平 一点也不差 但他说这不够 中共只想我们过好生活 只想我们去赚钱 只想我们乖乖的过好日子 不行 我们这个城市不用繁荣 我们这个城市不用漂亮 但我们一定要有自由 这这么奇怪 如果一个地方 他的发展不稳定 他政治动荡的话 人会安居乐业 大家会有一个安乐茶饭吗 如果不是政治先搞好的话 会是这样吗 如果一个地方的人 都会得极度痛苦 完全专制没有自由 好像轮陷区一样 这样 会有今天香港的事情吗 所以有时又很奇怪的逻辑 你去回头去想 究竟我们是 有没有可以抽空純螺政治 純港政治 把政治人权自由都抽空了 和我现实生活要隔离的 如果和黎先生说 我现实生活觉得很舒服也好 你不要以为你觉得很舒服 你没有自由的 为什么 那个逻辑 我觉得一点也不通 这个时间 我们稍微去广告 大家可以试试这个问题 星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现场电话 发表意见 650-808-8000 回到第三节的总编辑时间 继续讨论香港的问题 其实说了这么久 美国的历史 所谓的香港人权法等等 一些问题 都想问两种 回到香港方面的层面 大家看到在上一周 非常可怕 有土制炸弹 有割颈事件 但相对来说 当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 讨论之后 大家稍微看到 好像局势有点缓和 其实这件事 是否一个側面反映了 大国之间的影响 对类影响到 很多地区性的问题呢 可以这么说 再要重复一次 因为见到很多人讨论 在这里说 没有他美国 也有几个 一两个朋友 不断重复 对不起 没有他美国 其实不是的 暂在美国方面来说 除非美国改变了一种思维 但现在美国的集体共识 在政治精英里面 两党都是 共识就是要维持 美国那种 现在那种霸权式的政治 美国也上了去 又不能回来 可以这么说 已经是 走了这么多十年 近百年的向外扩张 美国将自己的国力向外扩张 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已经是慢慢开始 是想这样做了 到二次世界大战 一路以来 所以既然在一个既定的国策 又是形成了一种 这么牢固的共识下 美国做这些事情 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来说 我都重复说 在美国的利益 或者美国这些政治精英的思维来说 他们绝对是对的 问题就是 你们如何应对 中国如何应对 香港如何应对 而香港人 特别现在 在这个乱局当中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认清这个事实 你还拿着美国旗 到处在旅行 包括一些学校里面 也都用一些学生 或者美国旗在旅行的话 我会觉得 你完全连怎样自保都不知道 因为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底下 你们或者香港 完全不是一回事 美国可以牺牲整个国家 整个富以德人 用完之后 用完即器 富以德人 是带路党 是带美军 进去伊拉克 前期的时候 好了 富以德人说要独立的时候 伊拉克里面的富以德人 要独立的时候 美国不行 不让他们独立 因为你破坏新的伊拉克 这个亲美的伊拉克 富以德人 用完即器 好了 现在富以德很惨 在几个国家的边界 都有他们的族人 都是变成我们地区的小数民族 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 也有很激烈的武装冲突 所以美国除了给他们一些武器 在政治上完全否定 他们的民族独立的权利 到现在土耳其 出兵 要去攻击 敘利亚境内的富以德人 的时候 美国又变成了手 所以我们要认清 我想这里说的 就是希望香港的朋友 能够看清楚 你抱着美国旗是没有用的 因为当美国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要去犧牲一个地方 你香港算是什么呢 所以你说 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很有价值 他不会毁灭他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千万不要轻视 或者看少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去掠税 去压税 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国家 他完全不在乎 所以今天 美国要犧牲香港 对美国的政治精英来说 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是可以很轻易做到的事情 南北韩 他画一条街 就把你分开了 南北韩 他又不断跟你分开了 所以 香港算是什么呢 香港和你搞暴乱出来 搞到你香港 弄成了中国的一个烂盘 拖着你整个中国的发展 对美国来说 是很低成本的事情 也不在乎你香港人的感受 你猜他真的会在乎吗 是完全不在乎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 昨天和何仁先生都谈了 为什么香港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我们可能是集体有很相当一部分的人 那个文字 没有理解到整个世界大局 狹窄在香港 就是看到里面的事 好像我看到一个访问 访问了一个蒙面的年轻人 在街头还带了整副暴动装备的年轻人 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 他说为什么要出来 他说为什么要出来 因为我们要出来 维护我们在2047之后的自由 如果我们今天不出来 2047之后我们就死定了 2047是什么呢 他在说50年不变 这个是当年中国政府承诺 50年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 和社会制度不变 50年 他说了2047 现在我们炒了2047 我在想 这位朋友 这位年轻人 虽然蒙面 但应该都是年轻人 顶多是20岁 鬆一点 2047之后 你猜他多少岁呢 现在还有28年 28年 我当他现在20岁 他48岁 你在担心你48岁的时候 在香港还有没有生活言论的自由 但是我更加担心你 这28年 今后的28年 你靠什么维生 你的生活会是那种什么的品质 这个似乎更迫切在面前 当香港经济被破坏 当香港沉淪的时候 你仍然会在香港的话 你未来这28年要怎么过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要关心的 为什么你会关心到28年之后 如果你真的关心你28年之后 你应该关心 现在你想香港变成什么 今天香港的转变 德和失 待会我会讲一讲 是不是大家认为就是好呢 其实香港局 我觉得已经定了 大家在期待 好像所说 是不是因为中美贸易 谈判好了就会变好呢 我不是这样 好 这段时间稍微去广告 再回来继续等梁总 聊聊这个问题 升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现场电话 发表意见 650-808-8000 好 回来十点前的总编辑时间 还有点时间 也想请梁总说说 刚刚提到你对香港局 或者是现在发生到这样的问题 是有点悲观的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梁总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都感觉到 就是香港这个局 已经是爆发了出来 爆炸了出来 爆炸了出来之后 现在讲的是 第一 等它要爆准 然后就善后 现在还在爆炸当中 但是你想说回复以前 说大家走完出来 有点冲突 有点滋扰 然后回去没事 继续香港如常 不会的了 香港已经回不回头了 现在我们应该要想的 就是 我继续是怎么去前行 还有这个 究竟它会爆到什么时候 才会停下来停下来 之后怎么去善后 现在讲的这个时间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一般就会觉得 这个时间比较长 可能是十年八载 如果我们参照文革来看的话 香港现在是盲革 我都说 盲化大革命 盲化大革命 需不需要十年呢 整个中国当时 是需要十年才能够陪乱反正 那香港需不需要十年呢 但是有点的期待 就是因为中国经历过文革 知道整个盲目的群众运动 现在的中央政府 应该更有能力 看香港来到善后 应该时间不需要那么久 但是如果你看回教育方面 现在香港的坏 第一是在教育方面 请同事准备一张相 就是一班的学生 我都在网上找到 大家转传的一张相 这张相应该是男校 因为我看到全部都是男生 这些同学拍一张班相 我们每年中学都会拍一张班相 那老师就戴着口罩 学生里面除了有几位没有戴之外 差不多全部都戴着口罩 你想想 上一次就说盲眼 盲眼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现在是极度可疑 因为到现在又不报案 又没有医疗报告 又不出来 这些都知道是炒作 盲眼之后 现在戴口罩 你想想在学校里面 我们学校已经难到这个程度 在那里是歌颂支持 这些暴乱的时候 那你说要多少代才能清得到 因为这些你看到 现在戴了口罩的青年 他将来会读大学 将来会进入社会不同的阶层里面 他可能去做公务员 可能去做警察 可能去做其他各行各业的人 可能去做律师都不顶 可能去做一个受课员 但是他带着这样的思维 进入社会的时候 你觉得他多久才能够 回复一个正常的心态 有正常的视野 去看这个世界 看他身边发生的事物 如何去看自己的国家 我觉得很漫长 这个路 所以悲观在 因为我们不是困难表面 有一批责离了 我们把一批责全部都可以 不是 而是在我们的制度里面 深入我们制度的深层里面 是腐蝕了 你要去清除 要去回复健康 所以香港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现在是不是要去 要去 那我们回来 再继续讲讲香港的得实 好 这个时间我们稍微去广告和新闻简报 最后继续是十点之后的总编辑时间 星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现场电话 发表意见 650-808-8000 好 回到你这个十点钟的总编辑时间 其实回到你这个时间 也想请教训梁总 上一节的美声都说到 今天的主题叫做 搞清责任后果置腐 其实也想请梁总说的后果 香港人的出路和后果是怎样 是啊 我想说搞清责任 我们今天要去搞清 现在我们香港发生的什么状况 搞清责任后 我们就去问究竟是谁要负责任 然后后果就必然是要自负的 很不幸的 有些人被动地牵了 整个香港七百多万人都被动牵了进去 最近这几天我都和一些香港朋友 和一些去香港刚刚回来的朋友 聊聊 他们都关心了 香港现在怎样 他们都很惨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不敢说话 不敢在公共的地方 甚至是坐巴士的时候 和身边的朋友聊天都不敢 因为当你搭车 搭地铁的时候 你一说话 怕自己发表到 很难不说香港的情况 现在 当然会对香港现在的暴动 有些看法 有些说话的时候 很怕说 不敢说了 因为说的时候 怕被围 怕被打 怕被骚扰 所以有些朋友跟我说 他觉得香港最悲哀的就是 你没有自由 会在恐惧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今早就看到有一条片 就是在那间茶餐厅里面 一会儿我们将 我今天讲到这些片的连结 那个link 都会放在我们的片下面 大家朋友之后可以再看 就是在茶餐厅里面 就是据说的就是因为他一路吃饭的时候 就说到那些学生是暴徒 聊天的时候 有人就在那里投诉给老板 老板就出来趕这个客人走 说我不做你生意了 趕他走 而且还叫那些服务员强行要拖他走 那为什么我们香港现在变成一个 不容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地方 有个朋友说 香港现在他觉得很惨在 就是这些的不理性 这些的反理性的 反制的这个势力 已经是成为香港的主要势力 已经佔了上风 令到一般的人 正常的人 居然没有空间 像这条片子那样 他在餐厅里面吃饭 去说一些政治 其实都没有什么深的政治 对社会使用一些看法 他觉得这些是暴徒 老板出来叫走 为什么一些人去表达自己的政治看法 或者对一些观点 别说政治看法好像很隆重 就是很严重 就我表示一些观点的看法 不行的 香港我们看到最暴力的那些 就是打到你头破血流 然后美心 我的太子女 她说了一些对香港现在 事局的一些看法 于是全线美心所有的店 包括经营的其他品牌的店 被打被破坏 都不能再营业的地步 而不是说一间 是几十间 大家这个社会接受吗 如果我们说是真正在争取民主自由 竟然来到美国来争取 这个已经是一个天大笑话了 来到美国争取的时候 为什么香港一个普通人 只是表达一种 和现在那些拥有暴力的人 不同意见的 就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呢 那么香港社会正是进入一个什么社会 进入一个更自由民主的社会 或是进入一个更加恐怖专制独裁的社会 所以我们在说 香港究竟现在在失去什么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在失去的 正是一些我们社会行为的标准规范 一些是一个文明社会形成的 不一定是法例 但是一些文明的守则 一些我们在心里面那把尺 现在没有了 譬如我们以前会说 学生不要说粗口 但是要不是 学生说粗口才是常态 不单是学生说 什么场合都是这样 一种这样的常态 我们去破坏 去打烂人家的店 打烂一些所谓中资的店 破坏这些公共交通系统 又觉得是常态 我们又去接受了他 没有多少谴责的声音 甚至这个警员被谋杀了 拿去戒刀去戒他的颈的动物 有失为拿命的 也都不见到这些反对派议员出来 去谴责这些暴力又不说 我们社会是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不单是安全感 失去了言论自由的空间 失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我们很多社会以前 大家都遵守的文明的规范 没有了 我们失去了更加是我们 很心痛的 我们整个是教育 教育就是教我们社会行为规范 教育我们将来要整个社会培养新一代 去继续进步 但现在我们的教育 居然是在培育一班又一班 社会认知很偏激的一群 我们的教育没有了很惨 我们的和谐包容也没有了 常常说香港人很有礼貌 我们现在不再包容 听到不合听的 我只要在我的范围里面 我说你走也好 我打你也好 我抢你手机也好 知而主要什么都做 我们没有包容 我们更加没有社会秩序 现在只要有人敢去做 他就在社会上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失去了是什么 失去了是对政府管治的信心 还有很多人会跟着失去的 失去了我们的饭碗 很多失业 跟着来的就是 我想最重要是整个社会 失去了理性思考的空间 所以其实香港是失去了很多很多事情 因为这几个月 但是回头回头 我们得到什么呢 透过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得到什么呢 我们将警察打得很惨 将政府 特区政府 将林郑打得很惨 打到落花流水 但是在这个过程 我们在不断地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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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闹 那么多暴力之后 我们得到什么呢 这个时间我们先去广告 最后等梁总做总结 和大家总结一下 升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现场电话 发表意见 650-808-8000 好 回来再一节的总集时间 亦都想请梁总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关于香港人的未来 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 那怎样可以 真的要十年八年才能回复正常 或者是怎样可以令香港再一次腾飞 这个都想问分量重 真的要的 我觉得可能会更长 因为我们说回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 香港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没卖到数 都不知道 但是只是在一种情绪状态里面 计算不到数 但是你说我们又得到些什么 我想问 透过这些 这样的大规模的破坏 就是我们这样的爆发 爆炸出来 那我们得到些什么 我以前有一句 他们用的口号 我觉得现在都是相当讽则 生于乱世 有种责任 这个是几年前开始 一直拿出来的口号 这个很好的文宣 这些反对派的文宣做得很漂亮 很好的 现在真的是幻觉成真 香港人有一种被中共迫害 妄想静在那里 而这个幻觉现在就得到 你不是生于乱世 是创造亂世 亂世是你们一手做出来的 现在真的亂世了 香港真的亂了 这个亂不只是说 小小一批人就暴露了 不是整个香港都反了 暴露了出来 深层的那种难度 有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亂世是被创造出来了 但是你说 有什么责任呢 这个是美化 其实就是亂世 制造了出来 不负责任 现在我们还得到什么呢 香港我想以前没有 现在有很浓 很浓的 这些就是我们得回来的东西 这几个月 得回来的是什么 是仇恨 我身边有些朋友 我们很好的中学同学 本来都很好的好的 但是现在看到他在Facebook上面的言论 越来越充满仇恨 而且这种仇恨是怎么来的呢 我觉得仇恨 人是人的一种 七情六欲里面 是一种人的情感 有仇恨 可能因为你觉得自己受伤害 这种伤害 可能是身体的伤害 可能是一些无形的伤害 有些的妒忌 也会形成一种仇恨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那我仇 仇富 但是这种仇恨 我们现在香港充满了这些伤害 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想要的东西 我们得回来 最多最明显的伤害 仇恨什么呢 仇警 最后这几分钟 我想在这里真的说一说 和警察做一句公道说话 现在整个香港所谓的运动乱局里面 是靠什么去支撑着他们这些人 继续合理化他们的暴行 继续合理化 继续去破坏 继续去占据香港所有的理性空间 就是一种仇恨 仇恨什么呢 仇恨有一个对象 有一个具体 大家捉得到 你要煽动一些大型的群众运动 你一定要有些很具体的东西 本来这个运动就是反中 就是仇宗的 但是很难具体化 仇宗很难具体化 你去中联办 去扔下车 但是你搞不起很大 你搞一些大陆 踢他的行李箱 你做过了 但是始终目标范围太小 你煽动不起这么大的一场 要推翻特区政府的一场大的政治运动 你只是 后面是仇宗的了 但是那个视觉刺激 或者那个现实感的刺激不够 于是很不幸运 亦都是很悲哀地找了警察 以前我们说什么黑警 在香港 个别警察犯法会有 但是这个是很少数很少数的个案 但是呢 集体现在又说要废警队 又什么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失去理性地去指责警察 其实就中了一个招 因为他要用仇恨来延续这个运动 你只是说说仇宗 仇宗很难说下去 而且因为四围都是中国人 在理论上 论述上可以说不过去 怎样能够有些东西又可以说得过去 又可以日日都有新鲜的东西 又可以有视觉的冲击 就是仇警 所以我觉得仇警是被制造出来的 是一个拿出来的一个政治操作 我都很替警察是辛苦的 他们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们是成为一个政治犧牲品 我都可以这么说 绝对是一个政治犧牲品 是被这些运动的策划者 拿来做一个把 将它放在一个把 因为他要让人有一个把 大家去骂、去打、去攻 那拿哪一个出来好呢 能够制造成效果 就拿警察出来 相当程度是成功的 我看到我那些本来很理性的同学 都变得非理性到不得了 证明他们是中了的 为什么呢 仇恨里面给大家一个英雄感 给大家一个高尚感 现在仇警仇恨 我才是正义 我觉得很虚幻 很虚幻 这种虚幻停下来的时候 我给大家最后一个建议 现在香港人 我们正常有些要怎么做呢 大家去看看中国大陆的叠战剧 那些无论在抗日时期 或者什么那些 有很多叠战 那些间谍片 那些剧集看一下 现在香港就好像一个轮陷区 不支持轮陷的人 但是你都生活在轮陷区里面 你就要学习如何在这里过 等待黎明的来度 那我们看一下这些叠战剧 我不是说笑的 我觉得都是真的 怎样去保持自己的清醒 保持自己的信念 保持自己的希望 但是你要知道 也要明白 你身边的环境已经淪陷了 就好像真的叠战剧里面 这些在敌后奋斗的人一样 这样的环境遭遇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多谢梁总 我们继续提醒大家 650 808 4.8 在星期六 作为一个深入的讲座 去讨论香港的局势 看下650 808 8.8 8.8 8.8 有少量的票 多谢梁总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